對對對 嫂子來這杯酒我敬你 過去的事就讓他過去了 我們以後都是一家人 高岳這句話說的對 說天啊以後我們就是一家人 謝謝爺爺 我和高朗會好好的 對我們一定要會好好的 哎 是 一聖位 雖然會給你 是是你沒下兩口啊 你抓緊一點哦啊 對對對老老啊 趕緊生孩子 爺爺這 我們 爺爺我們才剛結婚人 你們也太著急了呀 你們也太著急了呀 爺爺 爺爺 現在給林初夏的兩個公司打電話 給他們錢 不要讓他們指證 林初夏 亂搞的難以關係 嗯 好 我怎麼會讓你 娶一个临时集团的女人为妻 既然爷爷说林初夏人品很好 林时集团的女人 林初夏 我一个人 我从小姐 告诉她 ʻul minister ʻul 三双 你真有幸啊 少廢話 一會進去給我機領料 拿了我高廳的錢 給我好好辦事 是是是老闆你放心 一會兒我肯定不會讓你初夏 有翻身的機會 走 爺爺 這兩個人說 找初夏有事我順便給帶過來了 你不反對嗎 爺爺 一看您就是一個德高望重的大好人 您可一定要給我們做主啊 林初夏 那些林初夏他這個大賤人 他供應我老公 你胡說 我根本就不認識你老公 你胡說 我根本就不認識你老公 你這個賤人 我就知道你不會承認的 我根本就不認識你老公 你你公平人的手不是挺得意的嗎 哎呦我哭哭了 我真的要加過人亡了呀 我跟你無人無仇 你為什麼要回我清白 哎 你你就是 林初夏的老公嗎 我上次見過了呀 我上次看你們那麼幸福 你那麼護著他 哪知道我回家 看著我老公就拿著林初夏的照片在那看 他倆早就有一腿了 林月高朗我沒有 你想清楚再說吧 敢不見我高朗的老婆 我讓你出去帶著 我我有證據的 這是林初夏和我老公的趕快記錄 哎呦你這真是林初夏 我看我看 哎呦天啊 他真的叫睡呀 這林初夏 你這真是林初夏 哎呦天啊 他真的叫睡呀 這林初夏 你該怎麼對我哥 我哥你快看真的是林初夏呀 這不可能 你們害我 你們害我 林初夏 我知道你不會這麼快承認的 我一定要把你這個賤人的真面目穿穿 你才不會 你才不會當高朗的老婆那兒 就是啊 你不配 你不僅到處勾引別人家老公 你還是個欠錢不還的那批狗 高老爺 你可得被我們做主啊 林初夏不欠我幾千塊錢不還呢 所以呀 他拿著我們小桃的錢到處吃花玩了 小桃就好幾個飯都沒有吃飽了 我知道 這幾千塊錢對於你們這種大家庭來說 什麼都不是 但是 高老爺 求你可憐可憐我 對於我這種服務員來說 幾千塊錢不是個小數目了 求你可憐可憐我 給我們做個主 林初夏那多是個好東西啊 小月 小桃 你們這麼誣陷我到底有什麼惡點 哎呦 爺爺 這兩個人太可憐了 沒想到林初夏啊 人嗎 歐陽 欠償了這麼壞 難道他真的適合 嫁給我爹爹 當高氏總裁夫人嗎 爺爺 你相信我 我絕對沒有做過這些傷天害女的事情 我絕對沒有做過這些傷天害女的事情 可是你沒做過 沒做過他們會怎麼會指認你 勾引他們老公還欠他們錢呢 我們說的都是真的 而且 而且 而且什麼 有什麼事直接說出來 今天我爺爺在這兒 冤行 直接告訴我爺 好吧 那我就說了 林初夏他不但勾引我老公 他以前 還還和我們老總也有一配 還有我們以前的幾個同事 他有說不清的關係 他總是叫他好幾隻船呢 對 我們還為了他好 勸說過他 是他不但不領好意 還說我們誣陷他 他還說他身後有好幾個男人為他撐妙呢 你們 你們簡直無恥 怎麼這麼誣蔑我的青膀 爺爺 老公 真的不是他們說的這樣 林初夏 是不是他們說的那樣 自己心裡 親 你們要是不相信我 我也沒有辦法 我們這些底層人 就是人為言輕 但是我發誓 林初夏就是我說的那個樣的 林初夏就是我說的那個樣的 好 你們既然是往放浪 獎票好幾條是吧 那你們當然是拿出證據了呀 我們本來是有的 不是被你們一些人刪了嗎 所以你現在才能理直氣 狂地跟我們要證據呀 不是 你就是因為看我們拿不通證據 所以才這麼囂張的 高老闆 高老爺 我們真的沒有撒謊 要不是上一次高先生來我們酒店 我們都不知道 林初夏把高先生都給騙了 竟然都結婚了 我們 我們也是不忍心看你受騙 所以 才貌就被林初夏 報復的風險 將他的壞事都告訴你 對呀 高老爺 高先生 如果你們不相信我們的話 我們一定會被林初夏報復的 因為我們阻止他加入豪門呀 就你這個演戲 不去演戲還真是虛款了 爺爺 我相信他們說的話 而且我弟弟和他認識才幾天 而且他們認識的時候就在這邊 第一次認識就睡在一塊兒 誰家正確的女人 第一次見男人就和他睡覺了 第一次見男人就和他睡覺了 高天 你這麼一說 確實是 高老 那他 確實這時候不久就見歸了 可是他不認識林家嗎 到時候隨便給他見識高夫飯不就行了嗎 幹嘛還要 到你高老呢 不是 伯父 你怎麼 越活越傻啊 您覺得林家這樣的家庭 真的會為了過恩 啊 林初夏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呀 估計 幫過幾次之後 我不會再幫他了 林初夏他是認識幾個孩子 可是他換的速度很快 對 我就叫他林初夏從不同行車上下來過 那就更說的空了 可能是林家幫過林初夏 像林初夏那種水晶妙花女人慣了的 一點都不把他收起 你錢還來 那估計 林初夏 馬上就會被林家庭拋棄了 馬上就會被林家庭拋棄了 嗯 老婆你說的對 像這種級別有錢的人啊 有情的時候真是有情 那無情的時候啊 那是真的無情啊 那就是雙眉火哥 娶了一個水晶洋花的女人 爹爹 本來覺得你結婚挺好的 但是爺爺 您現在還那麼覺得嗎 按照林初夏現在這種德行 被林家拋棄 也是正常 說不定 還是得罪林家 那可不行 林初夏得罪林家 高老不是他老公 那我們高氏集團 可以六塊被林氏集團收拾的 啊 哇 我覺得還是讓他們離婚吧 對 離婚 現在是離婚 趕緊離婚吧 現在清醒一下 林初夏這個女人 另一個少女 你們 你們別演別演太快了吧 剛剛剛網網網家帶的時候 您可不是這樣的 你這個賤人 一塊一嘴子你 我們當初要是知道 你是這麼一個水晶洋花 不實廉恥的女人 我還不會跟你道歉 調你一根嫂子呢 呸 噓 惡心 呸 噓 惡心 我們剛剛還以為 高朗走到狗屎院 牽了一個寶貝 原來你是一狗屎 我們高家 很願意放一個電磁炸彈在成形 你還是實相的 開鬼魔你啊 就是 你說你一個女人 怎麼這麼不要臉 和那麼多男人搞在一起 你真是不要脸 你们这些人 天荒就是雨 我都说过了 我没有说过这些事情 我为什么就是不信啊 那你到底拿出证据来呀 就是 你到底拿证据来 证明他们说的都是假的 他们没有屋面前的青梅呀 我没做过的事情 我怎么去证明的呀 你们明明都是强者夺理 我看 你这两个同事 说的发明是真的 你当初一定担罪了我哥 要不然 哪个真情女孩 会和男人搞一夜情啊 那是因为我 因为什么 我看 你也别费尽心意撒谎了 你还是赶快 离开我没包家了 别要再害我没包家了 别要再害我没包家了 就是 你就是故意勾引我哥的 我看着你还能说什么话的 我 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 苏夏 我 看到没林苏夏 我哥也不相信你了 我看你还能玩什么手段 你 你也不相信我 我只是因为你当初是救了我的救命恩人 我太太找你结婚呢 恩人 我怎么不知道 哥 你可别被他给骗了 他就是看起来事情败路了 他故意这么说的 对 高朗 这种不要脸的女人 你可不能再相信他了呀 高朗 我真的没有骗你 两年前 你在云朵酒店建议永违 总打出手里救了我 我才能找你包恩呢 高朗 我想起来了 你就是那个小女孩 是 所以高朗 真的不是为了勾引你 我真的是喜欢你 所以想教你高 那你一开始怎么就不告诉我呢 我只是还没有找到机会说 高朗 你一定要相信我 你一定要相信我 高朗 你不能相信他 就是不能相信他 就算当时他救了你 他同事说她 是一个到处负引男人的骚祸 这个女人 最疯了会骗人了 就是啊哥 你不能带他这个狐狸家在一起了 他会把你害惨的 说不定 别让我们高朗 集团也会被他连累的 爸 我看你别默契 现在就让狐狸离婚 就是 现在就离婚 我这就给老师打电话 让他给高朗办理 对 姑姑 你赶紧喊过来 我看过一会儿啊 我弟弟 又跟他说的亲了 好 我现在就打 等一下 你们这么着急让我和高朗一会 到底是什么巨蟹 你们就这么亲密 相信我这两个同事的话 为什么不找其他同事来问问 你这个小贱妻子 亲眼还挺多的 我难道没有为自己喊冤枉的权利吗 你们既然说我应用水性洋花十恶不舍的你 好呀 那你们就带着我找一个人执政我 不是对你们更有利吗 还是你们就怕这些谎言被拆穿了 还是你们就怕这些谎言被拆穿了 找一个就再找一个 我们又不是饭头的人 又是我们怕的 就是 我看你说这些话 就是想拖延时间 让我老亲来 我们找就找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我 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不厚脸皮的女人 我们就再给你喊一个同事过来 到什么时候再给你找别人 你 把你经理叫来 现在呢 你们怎么现在那么困难这个见女人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高天 你这么百分再叫一个人进来 难道他们两个是你故意找的陷害我呢 你胡说八道我谁也有 那你怎么这么害怕再好多人进来 我害怕什么 我只是不想惯了你这个见女人 哎呀哥 他不服 你就再给他叫一个人过来嘛 让他心足口服 就是 快去 行 我亲自去喊 把经理给叫他 我看你怎么狡辩 喂小语啊 现在把云都九爹的经理给我叫来 让他指认令初夏 别想着让他再包庇令初夏 他做的事情 早就已经暴露了 我等着吧 我相信 经理一定会还我清白的 你就别演戏了 我看你就是硬撑着 怎么办 怎么办 经理一排 我们不就会吓人了 不知道老板会接这么经理过呢 老师 那你一来了 一定一定会开门 我自己想要自己 我会惹 你们两个丢什么呢 大家说 让我也来听理 我告诉你们 今天你们这么污蔑 那你们灰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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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狈 我都带来了 林初夏 你又开始装逼了是吧 咱不整理又想把王管家给我叫了 你以为我真不敢喊 林初夏 你要点脸行吗 林初夏 你要点脸行吗 你以为林管家 还不干你的破事啊 管了一次就不错了 你以为你还是林家的 人家王管家管了一次破事就算了 你以为他会再管你吗 别再往自己脸上贴心了 既然你尝到甜口了 乖乖的给我闭嘴 就是 林初夏 你还真的以为自己姓林 就是林家大小姐了 我看林初夏 看林家就是不帮她 早就把自己当成事 林家跟小姐了 所以才是破乱搞男人关系 这么嚣张 哎呦 那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心呢 哥 你难道还不合身女人离婚吗 你怎么是表哥 你处在这样干嘛呢 我 看来啊 你哥这次是真的让这狐狸精给迷惑住了 最近的客人你们好很高兴我们服务 都讲的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经理他们两个人诬陷我 我记得公司有规定 对挑剥离间和挑剥是非的同事 会采取开除特使的对吧 出下 这怎么回事 小草小便 你们对出家做了什么 嗯 什么什么手 有什么话跟你说 刚才说的那些话 再说一遍 有什么事 我们高下跟你撑着 既然 高老板都这么说了 那就一不做二不休 咬死林初夏就好了 经理啊 我们实在是看不下去林初夏 对高总的欺骗行为 所以我们就把林初夏干的龌龊事 都给说出来了 对经理啊 林初夏这个竟然他都处供应男人 水性洋花还欺骗高先生 想加入豪能啊 我们实在是看不下去 他这种不要脸的行为啊 什么 你们在说什么 初夏什么时候干过这种事 我怎么不知道 哎 你不是不知道吧 你是故意在包庇林初夏 经理 我劝你还是把知道的给你说出来 让林初夏别挣扎了